我在讲,人类有记录来第一次饲养入归的人士学年 我背了一箱宝丽打搅了三天三夜 于是 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在亚洲的一个村庄里 这个村庄座落在一片美丽的山谷中 四周是清脆的丘陵和清脆的小溪 村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年代的缺切时间已不可靠 根据一些不可靠的描述可能是现今的新疆 这对夫妻一直渴望拥有一个孩子 但却迟迟未能如愿 他们有闲暇都会在山谷祈祷 希望能够得到造物主一些启示 一天,当他们在山脚下散步时 这对夫妻注意到了一只孤独的鹿龟 头部成黄绿色,背甲高而圆,有不规则的黑斑 这对夫妻决定帮助这只鹿龟 他们轻轻地将它捡起,将它带回了家中 他们为这只鹿龟取名为塔西帕克 并将它当作家庭的一员来照顾 他们为塔西帕克准备了一个小而舒适的居所 每天都为他准备新鲜的食物和清澈的水 随住时间的推移 这对夫妻发现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和充实 塔西帕克成了他们的忠实伴侣 他们与他分享了他们的喜悦和忧虑 一年过去,当妻子怀孕时 他们深信这是塔西帕克的祝福 当孩子出生时 显遭不测幸亏被塔西帕克阻止了 但也因这样塔西帕克不慎少了一根指头 这对夫妻决定将孩子取名为小塔西帕克 以纪念他们的忠实朋友 多年后 当塔西帕克的生命接近镜头时 小塔西帕克坐在他身边 感谢他带来的幸福和长寿 当塔西帕克最终闭上了他的眼睛 他们将他葬在山谷中 作为对这顿美好时光的永恒纪念 这个小村庄的居民都开始饲养入归 将他们视为象征塔西帕克 幸福和家庭的一部分 塔西帕克的故事纯变了整个村庄 成为一个永恒的寓意 咦 求婚不用买转戒 可以赶买入归 所以我说 这葡萄你到底吃不吃 不吃给姐姐吃 看姐姐吃得多香啊 回来玩的浑色泥巴 出去就像胖气 胡适曾说 若鹿龟长时间没有喂养 就会饿 嗯? 嗯?